女人利用克隆技术将死了的丈夫十月怀胎 又生了出来 小时候当儿子悉心照顾 长大后竟又想让她成为自己的丈夫 原本女人和丈夫是一对相伴几十年的青梅竹马 毕业后 深爱彼此的他们 顺利成长地步入了婚姻的坟墓 可就在他们去蜜月旅行的路上 丈夫却坐了车子 从此天人两隔 通失所爱的女人从此一蹶不振 每天都盯着丈夫的照片 久久都无法回身 她魔症般的想要丈夫能够复活 也许是天无权人之路 这天去医院的女人 意外得知现在有一种高科技 能够通过死者的基因 将逝去之人克隆出来 只是这项技术有一个比端 那就是克隆出来的人 不会有前世的记忆 女人听后顾不得那么多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复活丈夫 于是决定参加这个实验 为了得到丈夫的基因 她必须将丈夫从坟墓中挖出来 她来到丈夫家 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的母亲 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同意 丈夫母亲听到后 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虽然对于儿子的死 她也十分痛苦 但她不想复制出一个没有灵魂的儿子 在丈夫母亲这胖了鼻的女人 并没有因此选择放弃 不久后 丈夫父亲找到了她 将丈夫的基因交给了她 有了丈夫的基因 女人很快就投入了实验 几个月后 女人的肚子已经很大 她每天都期待着丈夫的重生 没过多久 丈夫就出生了 小小的婴儿和丈夫小时候一模一样 但她却没有丈夫任何的记忆 她将女人当成了母亲 只是女人却不甘心 她每天都会带着丈夫 去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做他们常常爱做的事情 试图唤醒丈夫的记忆 可在男孩的眼里 母亲的这些行为都显得十分奇怪 甚至连上学都要跟在她身边 禁止她和一切女同学接触